踏入徐席州,相信很多人都忙于办年货,逛年宵市场买年花是指定的动作。 全港15个年宵市场亦在今日正式开幕。 众所周知,年宵摊档都是临时档位,竞投激烈。 以维园年宵市场为例,今年每个档口的平均成交价是$31,500。 做六日的生意就要付过万的租金,一点都不便宜。 正如如你租楼,付贵一点的租金,当然是希望房子五藏俱全,不用你再花时间拉电线作水喉。 但政府今年的年宵花市就出现了有档口无照明的问题。 位于上水石湖区的年宵市场,上周末开始被档主进场布置。 有档主就发现,今年和往年不同,就是档里竟然没有拉电线。 整个年宵市场就是靠游乐场原本的大光灯作照明。 摆地摊卖档的当然不受影响,因为他们一般都将盘档放在露天的地上给客人挑选。 但其他卖花的档口就有问题了,因为莲花都是放在有帐篷遮盖的档口里面。 一入夜,没有照明档里面烏灯黑火怎样吸引客人呢? 怎想过租间铺回来会无电的? 一班档主心急愈焚,立即找承办商理论。承办商是负责全港花市的电力接驳。 当主是要另外付电费他们的。年年都是这样,区区都有。 但今年食环署就不知为何不让承办商在石湖区花市拉电线。 没有电之外,还没有厕所。六日的花市,花龙和顾客如果要去厕所,只能够移浴步去附近的商场。 因为石湖区游乐场原本的公厕正在维修。明知之后的六日,这里会人山人海,竟然没有人想到要在这里安置几个流动厕所。 没有照明,没有厕所,还有两天就开市了。加上这两天,是政府部门不开工的周末。 于是花龙决定,找食环不如找记者,就立即向数家报馆报料求助,由记者去找食环处来质问。 闹到上报纸,食环处果然火速处理,周末就立即派员来加装几个流动厕所, 并且帮花龙拉临时电线,每档挂几个电灯泡。 不过就向花龙扔下几句负气说话,你们搞到我今晚团年饭都没得吃。 花龙气愤地还击话,你知不知道围着这几个灯泡,你少吃一顿饭, 但没有这几个灯泡,我们全年都没饭吃? 我朋友是其中一个受影响的花龙,他关门路去找议员,一发现问题, 就联络几位立法会议员的助理,结果只得一个有回复说, 你的情况应该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,我建议你去找零售界的议员问下。 朋友向来都支持建制,但今次预示求助,就热面贴上冷屁股。 他感触地说,人家反对派能成功赢取民心,是有原因的。 今次我联络了三位立法会议员的助理,不是无影就是抛球,至今没有一个人下过来。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,是整个花市所有花龙的问题。 换成反对派,早就撲出来,联合花龙召开记者招待会。 由官员到议员,都是不踢不动的心态。 90个议员,唯一就多了,但市民求助的门就好像少了。 做来做去,见来见去,都是好打得那几个。 其他呢,连名都叫不出,老百姓遇到事,可以去哪里求助呢?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,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。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按下个铃铛啊! 多谢大家!